我們就是 所以慢慢的各位要習慣了 看到了然後能夠寫出來 那表示你 我們這一期課程你應該 應該都有進入狀況 所以慢慢習慣了寫出一些簡單的VBA程式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把第一個輸出2到33 我要做一個按鈕 所以第一個當然我可以先在VBA裡面 插入一個程序 輸出2到33表格 這邊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再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 也許叫什麼輸出 輸出 那個2到 33 表格好了 假設給一個名稱 假設是這樣的一個名稱 輸出 輸出 2到33表格 的表格 反正就是一個名稱 好 第二個的話呢 當然我要輸出嘛 輸出到哪裡 所以慢慢你要習慣什麼 輸出到哪裡 2到33 4i 4i 所以接下來你要什麼去敘述會比較簡單 那跟各位講一下 4i 因為這個是一個表格 那之前我們用的比較多的是 一整藍 單藍喔 所以 像這種 會有列 我們用i 會有 藍的話用追 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會需要 學習 兩重的 迴圈 一個是列的迴圈 一個是藍的迴圈 兩重迴圈喔 那 不過好像因為 之前追用的比較 藍用比較少 大概就單藍 所以好像有同學 只會用i 不會用追 所以不用追 我看好厲害喔 A B C D E F G S 一直往下寫 哇寫好多喔 所以如果你會追的話 其實你就不用那麼麻煩了 寫一個迴圈就好了 好不然的話 我看 有同學教的那個 作業裡面就是會有這種情況 所以這邊順便 順便寫啦 OK 那怎麼寫 一樣嘛 你就看你的現在的列是哪一藍呢 你就for i的話是第2 第2藍 for i等於第2藍 等於 2 到 多少 應該我們是30 應該8 應該到9嘛 有沒有 2到9嘛 因為我要到 2到33嘛 那就32嘛 對不對 所以是8 8個嘛 對 OK 因為從2開始 那追的話呢 Enter兩下NAS 再來的話裡面是什麼 for追喔 所以你 Tab鍵一下 Tab鍵呢就是下一層 下一層的話是內回圈 for追 追的話呢也是一個變數啦 那當然你也可以怎麼樣 不一定叫追啦 不過我的習慣用i來代替是列 追的話呢代替是藍 然後呢輸出到哪一個儲存格呢 如果我說那個儲存格的話呢 之前就是i列的什麼藍 那這個時候i列的就是直接追藍就可以了 所以sales 是ij 指的就是什麼呢 這個範圍 所以剛剛我們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的話呢 那他 跑的方式一定是一整列先跑 所以會跑這個輸出這個 輸出第二個 輸出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意思就是salesi追 一個一個的輸出啦 那輸出什麼東西呢 等於 兩個方法 你也可以用什麼 之前我們column跟raw 那column指的就是追啦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追 減掉多少呢 跟這樣 上面這邊是應該是第 第幾欄呢第四欄 到第四五六七 四到七 OK這邊改一下四到七 那你可以把追當成剛剛的column 有沒有追減掉多少 減掉二嘛 再加上 列的話現在變成本來是raw 把它改成i i減掉2 乘上4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邏輯 跟剛剛那個有沒有 column跟raw的邏輯還蠻像的 這個邏輯 有沒有 應該可以看懂吧 OK 只是把i 只是把column用追來代替 raw用i來代替 诶 程式寫完了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意思吧 那如果說呢我們寫完之後呢要輸出到這邊來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邊按F8 逐行跑跑看給各位看喔 i現在等於2 它從2開始 j現在等於4 所以輸出到的話就是 2 4 意思就是這個儲存格 第2的位置 輸出什麼呢輸出那個 2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現2輸出了 NAS NAS的話呢會先NAS追 意思是說下一欄 的意思 下一欄的話呢那就是5 那就是輸出到第5欄 所以就NAS I了 所以 I現在又變成3 意思是從第3列開始 然後下6 7 8 9 然後NAS 再來就是NAS 那就是4 應該可以看懂啦 在下面這邊跑 OK 所以我如果 IJ的順序 縮排的順序 相反的話 就是會先上下 對對對 結果應該也OK啦 跑完也是OK 藍跟列 路徑不一樣 對路徑不一樣 不過 通常我們是橫向的啦 比較不會是 這樣跑啦 通常是 一筆資料跑完換下一筆 所以 通常I會在外面 J會在裡面 但是有一些特別情況你如果要 讓他跑的順序是整籃跑完 再換下一籃的話 那其實可以顛倒沒問題 什麼時候會這樣做 像我們之前有個年曆有沒有 年曆我就寫一個自動產生年曆的 的那個VBA 不過我在講義沒有放啦 在那個我們的雲端上我有放 完整寫好的 VBA因為為什麼因為年曆是 一整個月跑完再換下一個月嘛 有沒有啊你如果這樣跑 好像比較不順 我是這樣跑完 啊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去看一下年曆的那個VBA部分 雲端上流 好全部跑完 OK有沒有 2到33 全部跑完了 OK試一下 但是後來有同學說 啊 是這樣子 好像有點 太複雜了吧 因為我如果寫成這樣子 不好理解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寫呢 有沒有簡單一點 後來其實 同學有個方法 就多一個變數 多個什麼 多個K好了 K從2開始 K等於 2 那你直接把那個 這個換成什麼 一個單以後 先註解 另外如果要寫更簡單一點 有另外一個寫法 同學因為之前我有寫過 多一個K的變數 你可以什麼 K放在這邊 也就是 K從2開始 那你下面只要什麼 K 等於 K 怎麼樣 加1就好了嘛 對不對 所以他就 輸出一個之後 然後就 加了1 就變3 加了1 所以上面這個 其實你可以改寫成這樣子 那有沒有比較快呢 結果一樣嗎 一模一樣 有沒有 有沒有比較簡單呢 感覺好像有比較簡單一點點 OK 就是 變成說不用寫這麼複雜的邏輯 OK 不過如果你 懂得這個邏輯倒也不妨 所以程式我講過沒有標準答案 最重要是你要怎麼去 讓程式寫得又簡單又快速又好理解 我覺得這才是好的方法 你不要 寫一個 連自己將來都看不懂自己在寫什麼的話 那就很麻煩了 最重要這個程式將來你還能夠維護 能夠維護的話 前提是你自己要看得懂 不然的話我發現有些 有些工程師很喜歡就在Google上面隨便搜尋 然後就貼上先可以解決問題 啊可以跑了 好了 然後呢 將來出問題因為程式不是自己寫的 所以也不知道該怎麼維護 錯了然後怎麼辦 再去Google另外一個 然後這樣永無止境的錯誤 不斷一直延續下去 所以盡量是 自己想得出來 也不要維護 那最好是我剛剛講 除了縮排之外 請你怎麼樣 在這上面可以加個註解 打個註解 會更好 其實 最後呢 還是可以給他加個註解 這樣至少 一是列的回圈 二是藍的回圈 三是輸出 結果到儲存格裡面 至少你一不了然 不然將來寫什麼自己都忘記了 OK 那第一個請各位先試一下 輸出那個2到33的這個表格 那有兩種寫法 自己再加上那個 註解名稱 接下來 等一下 再來看 輸出包含藍名 再來不包含藍名 K等於2這上面寫一個 初始值的意思 所以如果 比如我要的是3456 我就是K等於3 對對對對 就是從哪個數字開始的意思 OK 不會